前加拿大新冠疫苗分发工作负责人福庭少将被加拿大军方免职后,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宣布任命布罗迪准将担任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疫苗物流及业务副局长,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福庭被撤换一事时承认,在数周前已收到调查福庭的通知,但他当时并不知道指控的具体内容,而在推进疫苗接种的关键时期,撤换领导分发工作的指挥官的确不合时宜, 但大家会根据适当的程序,根据任何受到关注的事情,特鲁多认为布罗迪准将已准备好并有能力领导每周分发数百万剂疫苗的物流工作,维持疫苗在未来输出的快速发送。 布罗迪去年11月与福庭一起,被戒调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成为国家行动中心的成员,该团队由近30名军方人员组成,包括行动规划员、药剂师、卫生事务行政人员、工程师及资料科技专才。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主席斯托尔特介绍说,布罗迪作为加拿大国家行动中心的一名重要工作人员,在福庭的领导下工作,并在去年11月卫生局最初部署的疫苗分发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年2月,他短暂地返回加拿大武装部队,担任军事人员招募与培训部指挥官。 斯托尔特认为,布罗迪受命担任监督疫苗分发的领导职位,相信能够帮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及民众实现疫苗分发工作的无缝过渡。 根据布罗迪的军方简历,他毕业于Royal Rhodes军事学校。1989年,加入加拿大武装部队,曾被派往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阿富汗,并曾在北约级联合国任职。 布罗迪目前已婚,育有三名子女。在2013年,布罗迪被列入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100名女性名单。 加拿大军方于今年3月接获对福庭的指控,指他设计32年前的一桩不当性行为事件,但福庭透过代表律师否认有关指控。 国防部至今没有证实指控内容,是否与报道所述相符。 前加拿大新冠疫苗分发工作负责人忽庭少将被加拿大军方免职后,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宣布任命布罗迪准将担任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疫苗物流和业务副局长。 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福庭被撤换一事时承认,在数周前已收到了调查福庭的通知,但他当时并不知道指控的具体内容,而在推进疫苗接种的关键时期撤换了领导分发工作的指挥官,的确不合时宜,但大家都会根据适当的程序,跟进任何受到关注的事情。 杜鲁多认为布罗迪准将已经准备好并有能力领导每周分发数百万剂的疫苗物流工作,维持疫苗在未来数周的快速发放。 布罗迪去年11月与福庭一起被则调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成为国家行动中心的成员,该团队由近30名军方人员组成,包括行动规划员、药剂师、卫生事务行政人员、工程师和资讯科技专材。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主席斯图尔特介绍说,布罗迪作为加拿大国家行动中心的一名重要工作人员,在区庭的领导下工作,并在去年11月,卫生局最初部署的疫苗分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去年2月,他短暂返回加拿大武装部队,担任军事人员的招募和培训部指挥官,斯图尔特认为布罗迪受命担任监督疫苗分发的领导职位,相信可以帮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和民众实现疫苗分发工作的无缝过渡。 根据布罗迪的军方简历,他毕业于Royal Rose 军事学院,1989年加入加拿大武装部队,曾被派往克罗迪亚、波斯尼亚和阿富汗,他曾在北约和联合国任职。 布罗迪目前已婚,育有三名子女,在2013年布罗迪被列入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100名女性名单。 加拿大军方于今年3月接获对弗庭的指控,指他涉及32年前的一桩不当性行为事件,但弗庭透过代表律师否认有关指控, 国防部至今无证实指控内容是否与报道所属相符合。